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中国历史热门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中国历史上几位重要人物的复杂故事 从毛泽东早期的创业挑战到林彪对国民党的微妙感情 再到当代年轻人对毛泽东的崇拜现象 这些故事不仅揭示了历史的多样性 也让我们反思当前社会的文化变迁 毛泽东的旅程充满了起伏 他在年轻时期面对内部质疑 却依然坚持自己的信念 最终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林彪的故事则展示了权力斗争的复杂性 他对蒋介石的敬仰 在随着与毛泽东的矛盾而逐渐浮现 最终走向悲剧 当代的Z世代则在B站上对毛泽东表达了崇拜 这种现象引发了广泛讨论 让我们思考年轻人对历史的解读和情感寄托 此外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情感纠葛 也被一位贴身大厨揭露 让我们看到了这位伟人不为人知的一面 而毛泽东对自身行为的反思 也引发了对英国法则的深思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行为的警示 也是对未来的提醒 最后葛建雄教授的研究让我们明白了 运河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 既是经济发展的动脉 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 在这些故事中 我们能够看到历史的多样性 以及它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历史热门 我是节目的制作人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推荐几当精彩的历史节目 这些节目分别由不同的原创作者制作 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我们将深入解析每一个节目的内容 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 这些历史事件的背景和意义 毛泽东书给了谁 原创者李天豪 这档节目由李天豪制作 详细探讨了毛泽东 在其早期革命生涯中 所面临的挑战与挫折 以及他如何克服这些困难 最终取得成功 内容简介 毛泽东的早期革命经历 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 当时他刚从北大毕业 立志通过革命 在湖南创办了共产主义小组 但内部质疑和反对他的人不少 特别是一些激进派成员 毛泽东通过深入基层与农民交流 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 战略这一理念 在当时的共产党内部引起了争议 尽管秋收起义失败 但为他后来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分析 这个节目通过细致的叙述和分析 展示了毛泽东在早期革命道路上的 种种艰辛与斗争 毛泽东的坚持和对农民力量的重视 最终帮助他在长征和国共内战中取得了胜利 节目充分展现了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和领导才能 为观众提供了一幅立体的毛泽东形象 林彪拥戴蒋介石 欲效忠国民党 原创者《微语看世间》 这个节目由《微语看世间》制作 探讨了林彪在其政治生涯中 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复杂情感 以及他与毛泽东的微妙关系 内容简介 林彪早年受军人家庭的影响 逐渐在国共内战中展露头角 成为中共的重要指挥官 尽管林彪全力支持毛泽东 但他内心对蒋介石和国民党 一直怀有某种程度的敬畏与认同 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的抵抗精神 让林彪对蒋介石的领导才能产生敬意 随着毛泽东权力的增强 林彪与其关系逐渐紧张 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达到顶点 最终选择逃亡 分析 微语看世间 通过深入挖掘林彪内心的矛盾和政治选择 揭示了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个人动机 林彪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敬仰 以及最终的悲剧性命运 给观众提供了深刻的反思 节目通过对林彪政治生涯的详细描绘 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的复杂性 直播零四五 Z世代青年毛泽东崇拜B站 原创者 Fear Nation世界苦茶 这个节目由Fear Nation世界苦茶制作 讨论了在B站上流行的青年毛泽东崇拜现象 并探讨了其背后的原因和社会影响 内容简介 B站作为一个年轻人聚集的平台 最近出现了一种对毛泽东的崇拜现象 许多年轻用户通过创意视频 幽默乃至讽刺的方式 重新审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这种崇拜现象引发了广泛讨论 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 支持者认为毛泽东的思想 在当今社会仍然有启发性 而反对者则担心 这会导致对历史的片面理解 分析 节目深入分析了 B站上青年毛泽东崇拜现象的复杂性 探讨了其文化根源和社会背景 通过对不同观点的呈现 节目展示了当代年轻人 对历史和现实的多元化理解 同时 节目也反映了年轻人 对身份认同和精神寄托的需求 毛泽东贴身大厨 私下透露红太阳男女隐情 很多细节禁止传播327集 原创者 七世大观 这档节目由七世大观制作 通过毛泽东的贴身大厨李大勇的回忆 揭示了毛泽东私人生活中的一些 鲜为人知的细节 内容简介 李大勇担任毛泽东的贴身大厨多年 回忆了毛泽东在工作之余 对女性的吸引力 他描述了毛泽东与一些女性的亲密互动 以及毛泽东在追求权力与情感之间的平衡与挣扎 节目通过多个真实的故事 展示了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和复杂情感 分析 节目通过李大勇的视角 揭示了毛泽东在私人生活中的另一面 这种叙述不仅使毛泽东更加立体 也让观众看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和人性 通过真实的细节和情感描绘 节目为观众提供了一个更全面的毛泽东形象 中共无神论者也信英国 毛泽东曾经评价自己两大罪状 导致始作俑者 其无后呼 原创者 中华佛运 这个节目由中华佛运制作 探讨了毛泽东在其政策失误后的自我反思 以及英国法则 在无神论背景下的体现 内容简介 毛泽东曾自评其两大罪状 大跃禁运动和大量钢铁运动 这两者都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他的自评 始作俑者 其无后呼反应 了对自己行为的反思 和对英国法则的某种认识 节目通过详细讲述 这些政策的背景和后果 展示了毛泽东的深刻自省 分析 节目通过毛泽东的自评 探讨了无神论背景下的英国法则 这种视角 不仅提供了对历史事件的反思 也引发了对未来发展路径的思考 通过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剖析 节目为观众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 复旦葛剑雄教授 中国历史地理中的运河 原创者 玉板美琴 Bilibili 这档节目由玉板美琴 Bilibili制作 通过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研究 深入探讨了中国历史上运河的地理和历史意义 内容简介 葛剑雄教授 详细讲述了中国运河 尤其是大运河的历史和地理意义 运河不仅是水上交通的重要通道 更是促进南北经济融合与文化交流的纽带 节目通过历史事件和文化现象 展示了运河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分析 节目通过葛教授的研究 揭示了运河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运河不仅是物质的运输通道 更是文化传播者 节目让观众了解到 运河对经济 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多重影响 为保护和利用这一历史遗产 提供了新的视角 总的来说 这些节目通过不同的视角和细致的分析 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 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希望大家能通过中国历史热门栏目 获得更多的历史知识和反思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毛泽东是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他的名字与中国共产党的兴起 国共内战的结束 以及新中国的成立紧密相连 然而 毛泽东的早期创业之路 并非一帆风顺 充满了挑战与挫折 我们探讨毛泽东在早期创业过程中 所面临的困难 以及他最终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 毛泽东的早期创业可以追溯到1920年代 那时他刚刚从北京大学毕业 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理想与抱负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 社会矛盾重重 民众生活困苦 毛泽东深知只有通过革命 才能改变这一切 因此 他决定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 并在湖南省创办了自己的第一个组织 湖南共产主义小组 然而 创业之路并不平坦 毛泽东在组织内部 遭遇了来自其他成员的质疑与反对 特别是来自一些更为激进的领导者 他们认为 毛泽东的策略过于保守 无法真正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 毛泽东感到沮丧 但并未放弃 相反 他开始深入基层 与农民交流 了解他们的需求与困境 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 毛泽东意识到 农民才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 他开始提出 农村包围城市的 战略这一理念 在当时的共产党内部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许多人认为 城市工人 才是革命的核心力量 而毛泽东的想法 显得过于天真 然而 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信念 并在1927年 发动了秋收起义 虽然失败 但为他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 毛泽东的影响力逐渐增强 他在长征期间的表现 更是让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长征是一段艰苦卓绝的旅程 毛泽东带领红军 穿越险峻的山脉 和茫茫的草原 克服了重重困难 在这个过程中 他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 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与忠诚 这一切都为他后来的成功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 毛泽东的成功并非偶然 他在早期创业过程中 所遭遇的挫折与挑战 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也让他学会了 如何在逆境中寻找机会 正是这些经历 塑造了他日后的领导风格与策略 最终 毛泽东在1949年 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为了中国的最高领导人 他的成功不仅是个人的胜利 更是整个中国 社会变革的结果 然而 回顾毛泽东的早期创业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 正是那些失败与挑战 让他成为了一位伟大的领导者 毛泽东输给了谁 或许是他早期的怀疑者 但最终 他却赢得了整个中国的未来 林彪拥戴蒋介石 欲效忠国民党 微语看世间 在中国近代史上 林彪是个充满争议的人物 他的政治生涯 充满戏剧性 尤其是在他与蒋介石 及国民党的关系上 令人不禁探究其中的奥秘 作为中共高层领导 林彪最终在历史洪流中 与毛泽东的关系 变得微妙而复杂 甚至在某些时刻 似乎对蒋介石的国民党 产生了某种程度的 拥戴与效忠的想法 林彪的早年经历不平凡 他出生于一个军人家庭 从小便受到军事教育的熏陶 随着时代变迁 林彪在国共内战中 逐渐崭露头角 成为中共的重要军事指挥官 然而 随着毛泽东的权力逐渐增强 林彪的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 林彪的心中 却始终怀有一种对国民党的敬畏与仰慕 在抗日战争期间 国民党军队在抵抗日本侵略者方面 展现了不屈的精神 这让林彪对蒋介石的领导能力 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认可 尽管他身为中共将领 但在心底里 林彪对蒋介石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智慧 始终抱有一丝敬意 这种情感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 成为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个矛盾 随着国共内战的加剧 林彪的立场愈发明确 他全力支持毛泽东 并在多次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彪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 却开始出现裂痕 毛泽东的专制统治 和对权力的绝对掌控 使得林彪感到越来越不安 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地位 甚至对毛泽东的决策产生了质疑 在这样的背景下 林彪对蒋介石的想法 似乎又重新浮现 他开始思考 如果当初选择的是国民党 是否会有另一番天地 这种想法 在他心中如同一根刺 时刻提醒他 自己所追随的道路是否正确 林彪的内心挣扎 使他在政治上变得更加谨慎 甚至在某些场合中 他对国民党的表现 出了一种微妙的欣赏 然而 这种情感并未持久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林彪与毛泽东的矛盾 达到了顶点 他的权力地位受到威胁 最终选择了逃亡 在逃亡过程中 林彪心中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 对蒋介石的敬仰 似乎也在此时达到了高潮 他开始怀念 那个曾经的国民党 怀念蒋介石的果断与领导能力 然而 命运的齿轮在此时转动 林彪的飞机在蒙古坠毁 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 此事件不仅是林彪个人的悲剧 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林彪的故事告诉我们 政治的世界充满了变数 曾经的拥戴与效忠 最终可能会因权力的斗争 而化为泡影 林彪的命运 正如那段历史 充满了戏剧性与无奈 令人感慨万千 直播零四五 Z世代 青年毛泽东崇拜B站 Fear Nation世界苦茶 在当今的中国 B站作为一个年轻人聚集的视频平台 正成为一个引发热议的文化现象 这里不仅是年轻人分享创意和娱乐的地方 更是他们表达思想和情感的舞台 最近 B站上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 青年对毛泽东的崇拜 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让我们一起深入探讨 这背后的原因和影响 首先 毛泽东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人物 他的形象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 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 对于当代的C世代来说 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位政治领袖 更是一种文化符号 许多年轻人通过B站的视频 重新审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并在其中寻找共鸣 在B站上 许多用户创作了关于毛泽东的短视频 这些视频通常以幽默 讽刺或怀旧的方式呈现 吸引了大量的观看和讨论 例如 有一位UP主制作了一个系列视频 将毛泽东的名言 与当代流行文化相结合 让人们在轻松的氛围中 重新认识这位历史人物 这种创意的表达方式 不仅让年轻人感受到毛泽东的魅力 也激发了他们对历史的兴趣 然而 这种崇拜现象并非没有争议 许多学者和评论家对此表示担忧 认为这可能会导致 对历史的片面理解和简化 毛泽东的历史贡献与错误同样重要 年轻人在崇拜的同时 是否能够全面理解这段历史 成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 B站的重矛现象 也引发了社会的反思 许多网友在评论区中 展开激烈的讨论 有人支持这种崇拜 认为毛泽东的思想 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启发性 而另一些人则强调 要理性看待历史 避免重蹈覆辙 这样的讨论不仅反映了年轻人 对历史的不同看法 也展现了他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关注 此外 B站的重矛现象 也与当代年轻人的心理状态密切相关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 许多Z世代的年轻人 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不确定性 他们渴望找到一种身份认同和精神寄托 而毛泽东的形象 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这种需求 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精神 和对理想的追求 让年轻人感受到了一种力量和希望 总的来说 B站上的青年毛泽东崇拜现象 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既有其文化根源 也反映了当代年轻人的心理需求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年轻人通过B站这个平台 探索历史 表达自我 并在其中寻找属于自己的声音 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 这种现象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因为它不仅关乎历史的解读 更关乎未来的方向 毛泽东贴身大厨 私下透露 红太阳男女眼情 很多细节禁止传播327集 七世大观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 毛泽东无疑是一位 极具争议性的人物 他的政治生涯 充满波澜壮阔的故事 而他的私人生活 同样引人入胜 最近 一位曾经担任毛泽东 贴身大厨的老人的回忆 揭示了这位伟人背后 不为人知的秘密 这位大厨在私下透露了许多 关于毛泽东的男女情感故事 既揭示了毛泽东的个人生活 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 这位大厨名叫李大勇 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多年 见证了许多历史瞬间 李大勇回忆起 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情景 心中充满敬畏 他描述毛泽东的身影 高大而威严 眼神中透着智慧与深邃 作为大厨 他的任务不仅是烹饪美食 还要在毛泽东的生活中 扮演一个隐秘的角色 了解他的喜好 甚至是他的情感需求 李大勇透露 毛泽东在工作之余 对女性的吸引力 是无法抵挡的 他的身边 总是围绕着许多女性 这些女性 有的是工作人员 有的则是社交场合的朋友 李大勇曾亲眼目睹过 毛泽东与一些女性之间的亲密互动 这些互动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 无疑是禁忌的 李大勇小心翼翼地提到 毛泽东对女性的吸引力 不仅仅来自于她的权利 还有她那种独特的魅力和智慧 在一次聚会上 李大勇亲眼看到 毛泽东与一位年轻女工作者的互动 那位女性名叫小兰 聪明而有才华 深受毛泽东的器重 聚会中 毛泽东对小兰的关心 和呵呼让在场的人都感到惊讶 李大勇回忆到 毛主席对她的笑容是那么温暖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她的身上 这样的情景 在李大勇的记忆中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感受到毛泽东 在公与私之间的挣扎 然而 李大勇也提到 这些情感关系 并不总是美好 毛泽东的生活中 充满了矛盾与挣扎 他在追求权力与情感之间的平衡 常常让他感到疲惫 李大勇曾看到 毛泽东在夜深人静时 独自坐在书桌前 神情凝重 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这样的时刻 让李大勇感受到 毛泽东的孤独与无奈 在李大勇的回忆中 还有一个故事 让人印象深刻 那是一个秋天的晚上 毛泽东邀请了一些亲密的朋友 共进晚餐 席间 毛泽东突然提到了一首诗 诗中描绘了 他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 李大勇看到 当毛泽东朗诵诗句时 眼中闪烁着光芒 仿佛在诉说着 他心中深藏的情感 李大勇感受到了 强烈的情感共鸣 明白了毛泽东 不仅是一位政治家 更是一位有着深厚情感的人 李大勇的回忆 让我们看到了 毛泽东的另一面 这位伟人 不仅在政治上 有着卓越的成就 在情感上 同样有着复杂的纠葛 这些故事 虽然在当时被视为禁忌 但却真实地反映了 那个时代的社会与人性 毛泽东的生活 无论是公与私 都是一幅充满色彩的画卷 值得我们去细细品味 中共无神论者也信英国 毛泽东曾经评价 自己两大罪状的导致 始作俑者 其无后呼 中华佛运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 毛泽东这位伟大领袖 无疑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 他的政策和行动 对中国的发展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些影响 并非全是正面的 毛泽东曾经自评 其两大罪状 并提到 始作俑者 其无后呼 这句话不仅反映了 他对自己行为的反思 也引发了人们 对英国法则的深思 毛泽东的两大罪状 首先是大跃禁运动 这场运动的初衷 是希望通过集体化 和大规模的工业化 来迅速提升 中国的经济水平 然而 结果却是灾难性的 农田被改造成人民公社 农民被迫放弃个体经营 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崩溃 随之而来的是大饥荒 数千万人因此丧生 毛泽东在后来的回顾中 对这场运动的失败 表示了懊悔 认识到自己在推动 这一政策时的盲目和自信 其次 毛泽东的另一大罪状 是大炼钢铁运动 该运动的目的是 希望通过小型钢铁厂的建立 来迅速提升国家的钢铁产量 然而 这一政策却导致了 大量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 农民们被迫放弃农田 投入钢铁生产中 结果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产量 反而使得农业生产受到重创 进一步加剧了饥荒的严重性 毛泽东的这些政策 无疑对中国社会造成了深重的影响 他自评 始作俑者 其无后乎 不仅是对自己行为的反思 也让人们开始思考英国法则的存在 在无神论的背景下 毛泽东的这番话 似乎暗示着 他对英国关系的某种认知 即使在一个不信仰神明的体系中 英国法则依然存在 行为的后果 必然会回到行为者身上 这让人联想到佛教中的英国法则 佛教认为 每一个行为 都会产生相应的结果 善行与恶行 最终都会回到行为者身上 毛泽东的历史经验 似乎印证了这一点 大跃进和大炼钢铁运动的失败 最终使他不得不面对 自己所造成的后果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的惩罚 也是对整个社会的警示 在当今的中国 这段历史仍被广泛讨论 许多人认为毛泽东的失败 不仅是个人的失误 更是整个体制的问题 这让人们开始反思 如何在未来的发展中 避免重蹈覆辙 或许正是因为 毛泽东的这些历史教训 才让后来的领导者 更加谨慎 努力寻求更为科学 和合理的发展道路 总之 毛泽东的自评 始作俑者 其无厚乎不解 是对自己行为的反思 也引发了对英国法则的深思 在无神论的背景下 这一观点提醒我们 无论信仰与否 行为的后果 始终是不可避免的 正如佛教所言 英国法则无处不在 善恶之报 终究会回到行为者身上 这不仅是对历史的反思 也是对未来的警示 复旦葛建雄教授 中国历史地理中的运河 玉板美琴 逼里逼里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 运河不仅是水路交通的重要通道 更是文化交流 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 复旦大学的葛建雄教授 作为中国历史地理的权威学者 深入研究了 中国运河的历史与地理意义 揭示了他们在中国文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谈谈毛泽东的早期创业之路 你知道吗 毛泽东这位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大师 当初可是被质疑得体无完肤啊 他那时可没想到 自己的策略会在后来成为一个经典案例 甚至让反对者肝肠寸断啊 楚天书 你这么说是不是有点过于理想化了 毛泽东的策略可不仅仅是质疑于反对 还有那么多的失败和挫折 别忘了他可是亲手发动了那场秋收起义 结果却搞得一团糟 真是有点像那 为让自己的农田变成钢铁厂的主意一样可笑 哦 谢琪琪 你这么说就太苛刻了吧 失败乃成功之母吗 毛泽东的秋收起义虽然失败了 但那可是他历练和成长的过程啊 你知道吗 他那时候深入基层 与农民交流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这不就像是那位伟大的哲学家孔子说的 学而不思则网 思而不学则待 呵呵 楚天书 你这么说倒是挺幽默的 但你也得承认 毛泽东在那时候的策略确实有点天真 你当时要是跟他说农村包围城市 估计会被当作一端处理了吧 更何况 他那时候可是经历了不小的内部斗争 让他差点被踢出局 这不就像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 总是被压在五指山下 好吧 琪琪 我承认毛泽东那时候确实面临了不少挑战 但不要忘了 他可是那位带领红军长征的伟大领袖啊 长征这段历程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完成的 他在长征期间展现了卓越的领导才能 赢得了士兵们的信任与忠诚 这就好比刘备三顾茅庐 终于获得诸葛亮的智慧与支持 楚天说 你说的这么感人 我都快流泪了呢 但你也得看看现实 毛泽东的成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努力 更是整个社会变革的结果 你这么吹捧他 真是让人怀疑你是不是在币站上看了太多虫毛的视频了 但说真的 这种崇拜现象也让人担忧 年轻人能否全面理解历史呢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推荐热门节目的内容 我们的目的是提供给大家不同的视觉 不等于我们认同或反对原创者的内容 更不是对大家的行为做任何引导 同时 我们对原创解读未必正确 请大家去节目的原创者频道观看 请给我们这个节目点赞 打赏 欢迎大家就节目内容发表意见